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 将555吨重的庞大船艇从水上直接推送上岸,这比一般的小轿车速度还快,当登陆舱打开,主战坦克隆隆开出,基本上战争就预示着结束了,图片,中国野牛气垫登陆艇来袭,图片,国产野牛气垫船冲击上路后,用笔汽车还快低速度,在地面上高速行驶, 很多人都只看过野牛气垫船的远距离照片,那么中国军网海外办的记者,就给大家带来了一组非常霸气的野牛登陆时候的近距离照片,陈土飞扬 霸气测路,什么也不说,我们先看几张,图片,中国野牛气垫登陆艇上岸前掀起的巨大水浪,图片,在陆地上高速行驶的沃军野牛气垫登陆艇,近距离如此震撼, 还不过瘾吗?来来来,我们来看看洞的视频,当然国产野牛气垫登陆艇的霸气登陆视频我可搞不到,来看看俄罗斯海军的野牛,冲上比基尼海滩时候的壮观景象, 真羡慕海滩上的人啊,又能够看比基尼美女,还能够看野牛爽裤,野牛是世界上最大的气垫登陆艇,俄罗斯将其称为小型气垫登陆艇,满载排水量555度,最大载荷130吨,可以搭载三辆T80主,站坦克,或八辆BMPR步兵战车,或十辆BTR7080型装甲运兵车, 或360名全副武装的两栖登陆部队,换算到中国的武器装备,则可以携带三辆主战坦克,或八辆04A步兵战车,86A步兵战车,或是208式轮式部战车,或360名海军陆战队士兵,图片,86A型步兵战车,从登陆舱中驶出,野牛气垫登陆艇,航程300公里, 正好在海峡上面打个来回,加上其最大水上航度速度达到110公里每小时,也就是说,在海峡中,只要一个小时多了一点就抵达对岸了,这绝对是快海登陆的利器,野牛气垫登陆艇,可以与船物登陆舰上面的726A型气垫登陆艇系统作战,并用自身的防空火力和对岸火力, 对726A型气垫登陆艇进行掩护,图片,一艘野牛可以携带8辆旅,但是步兵战车,这样,两种气垫登陆艇,协同配合,或连搭载,在行动中,可以将整个重装甲部队运送上岸,并配合泛水登陆的两栖突击车,两栖运兵车,迅速形成对滩头阵地的有效控制, 当99是主战坦克,从野牛的登陆跳板上隆隆开下,对面的败局就已经注定,图片,加强训练的野牛气垫登陆艇,对岸最怕的就是这玩意儿。